用定力管住六贼 学会接受这个世界给你的所有东西 但是要去粗 去精 去尾 存真 有些东西并不是真正的能帮助到你的东西 必须去除 师父希望你们不要走错路 做人要学基本的正能量的东西 你们要相信拥有智慧和定力 你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 也就是说做一个人的基本点 你必须要能够定得住 还要有一些智慧 你才能像个人 某一听师父这句话好像很严格 实际上一点都不严格 想想看 如果人家污蔑你 比如老公回来说 你到哪里去了 明明你哪里都没有去 你觉得自己被冤枉了 马上跳起来 你是不是没有定力啊 你连基本生活都破坏了 不管做什么事情 不动脑筋做 你就是失去了智慧 没有智慧 你怎么样能够在家里 过正常人的生活呢 能够理解老公 你就是有智慧 老公能够理解你 他也有智慧 跟孩子打交道 如果你能够理解孩子 你才能教育帮助他 如果你无理地谩骂他 对他打击 讽刺 甚至不着边际地责怪孩子 实际上 你就不能拥有正常的生活 家里就会整天地吵架 这就是说 人必须要有智慧和定力 这两样东西 你才能过一个很平安的人间的生活 才不会一失足成千古遗憾 在台湾 一个小孩子很小不懂事 爸爸在桌子上放着一千块钱 孩子玩着玩着 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 爸爸回家看到一千块钱没有了 拼命找也找不到 结果在孩子的衣服口袋里找到了 小孩子刚想辩解 爸爸气得一个巴掌打过去 把孩子的耳膜打破了 变成了笼子 成了终身遗憾 事情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爸爸定不下来啊 一个人不管家里发生什么情况 先要把自己定下来 不要着急 智慧是什么 从前 有一个很有钱的人 去找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想去买点智慧回家 智者说 教他智慧 但是不要他的钱 智慧就是 往前数 1234567890 往后数 1234567890 然后你再去做 那个人说 原来智慧这么容易 回到乡下 自己的家里 刚刚上自己的炕头 一看 自己的床边 有两双鞋 心想 自己老婆一个人 怎么会有两双鞋呢 他模糊地看见自己的老婆 跟另外一个人 睡在一起 拿起刀 就想冲上去 过一会儿 他想 要有智慧 往前走十步 往后退十步 他走动的声音 惊醒了老婆 老婆说 谁啊 他说是自己 他问老婆 床上还有谁 老婆说是 他自己的妹妹 因为他出差好几天 所以妹妹 就过来陪陪嫂子 定能生悔 这就是智慧 人要定啊 这样就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如果一个人 碰到事情就跳 碰到事情 就马上做决定 这个人 就容易后悔 所以 如果你们 不要给自己 留下遗憾的话 要想平稳过一生的话 你要想吃得简单一点 用的简单一点 你不贪求其他的 如果你不加上定力 你连这种 最起码的 平稳日子都过不到 你都会有麻烦的 很多人说 我已经让过我老公了 他要干嘛就干嘛 我从来不跟他吵 我从来不跟他闹 他还这么欺负我 你如果把定力 和智慧放上去 你就不会有这个想法了 你想平安 有业障 他不会让你平安的 但是 你只要拥有定力 他骂你 他讲你不好 你自己定得住 不理睬他 你就平安了 他要对你怎么样 你一用智慧 讲个笑话 动动脑筋 想怎么样 来缓和一下 那你这个家 就圆满了 你不要以为 我吃得这么少 我对你这么好 就能够平安 要想平安 缺少不了 定力和智慧 师父跟你们讲到现在 讲的就是 定力和智慧 如果要学得 更好一点 就要让智慧 和禅的种子 在心中生出来 今天你们坐在下面 想想你们来到 观音堂之前 性格 风风火火的 要么乘火车 要么停车 找车位 心中烦烦的 但是在观音堂一坐 师父现在 就是在锻炼你们禅定 师父叫你们现在 脑子里 什么都不想 就想菩萨 师父要你们把 刚刚发生的 过去的事情 全部忘记 你就不会烦恼了 像你们现在 马上定下来 你就是 修心了 你今天坐在这里 一个小时 能够如如不斗 你不就是禅定吗 你现在 什么都不去想 你不就是 拥有智慧吗 因为你不想 就像 一辆汽车一样 真正的熄火了 这就是 得到真正的休息 如果你今天 坐在这里 你的脑子 还在转 不就是 像一辆车 停在马路边上 看到他没有走 实际上 他的引擎 还启动着呢 这样的汽车 很快就会坏掉的 很多人 白天忙 晚上做梦 脑子没有停过 所以他的头发 很快就白了 师父见过太多 有钱的人 要不 头发都白了 要不 看上去 比实际 年纪 大很多 这就是 因为他们的汽车 不停地在开 禅定就是 叫你定下来 定下来 能吵架吗 定下来 会跟别人打架吗 定下来的人 是不会给别人 带来伤害的 所以师父 要你们 先把心 静下来 定下来 才会生出智慧 要你们 把智慧的种子 长得大一点 越大越好 我们每个人 都要除掉 自己身上的 六个贼 第一个贼 是眼 眼睛 不要去乱看 管住这个贼 你的心 就定得下来 心就不会乱 很多男人 女人 看来看去 就是眼睛 看出来的毛病 看网上不好的东西 也是眼睛 看出来的毛病 这个贼 是很麻烦的 看了 心就动了 很多女人 为什么喜欢 买东西啊 因为这个橱窗里面 都是漂亮的东西 你的眼睛不看 你的心 就不会动啊 你就是用眼睛看了 你的心 才动 师父有时候 带你们出去红房 把你们带到机场 有些人 就喜欢看东西 有些人看到商场 像没有看到一样 如果你的眼没有动 你的心就不会动 橱窗 为什么要装扮得这么漂亮呢 就是吸引你们 勾引你们 你们的心动了 你们就行动了 花钱了 所以 你要如如不动 首先 要把眼睛管好 这是个贼 男女的事情 花钱啊 恨啊 不都是眼睛 看出来的吗 你今天 不要看很多人 你不就是 管住眼睛问题了吗 第二个贼 是耳朵 耳朵这个贼 经常偷听 经常听不好的东西 听人家说 别人的坏话 非常开心 听到什么 别人的不好 心里也很开心 耳朵这个贼 还爱听下流话 听迷迷之音 还爱听人家说好话 这些都会让你的心 迷失方向 第三个贼 就是鼻子 鼻子喜欢闻好的 闻臭的 闻香的 分别心就是这么出来的 想一想 如果是自己的妈妈 瘫在床上 你给她换尿布 你给自己的孩子换尿布 你觉得臭吗 你不会觉得的 但是 如果是给人家换 你就会觉得很臭 这个时候 你的心 就开始分别了 蛇 是第四个贼 这个舌头 真的是坏得不得了 一个好好的人 被人家挑拨 说坏话 整个一个好人 就变成一个恶人了 想一想 这个舌头 害你害了多少啊 你们从小到大 被这个舌头 已经害成什么样子了 人不做 非要在背后做鬼 就是因为舌头 所以要记住 舌头也是一个贼啊 吹牛 撒谎 全部都是贼 接下来 是身体这个贼 偷东西 对不对啊 做男女之事 偷偷摸摸 对不对 手做了多少坏事 脚做了多少坏事 身做了多少坏事 还有最后一个贼 这个贼是躲起来 你看不见 摸不着的贼 叫义贼 意念的贼 不该想的 他去想的 不该去动坏脑筋的 他动坏脑筋了 这个贼更厉害 这个贼可以制造出来 无数的业障 你脑子里可以想某一个人 然后去跟他做什么事情 你可以想象 他家里有什么东西 去把他偷过来 你可以想象一下 我很恨他 可以冲过去打他 所有的一切 都在你意想的空间当中 潘沉施曼仪 都是想出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这些杂念 就会引导你 去不好的地方 就会引错你的路 在阳间 你就会成为一个坏人 他会引导你去监狱 在阴间 他会引导你走到 另外一个极端 那就是地狱 很多人眼睛看问题 本来蛮正的 但是因为吃了人家的 拿了别人的 所以他的思维产生变化 然后就说出了违心的话 说出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这样会漏掉 你本来的善种 也就是说 你本来 有一个很善良的种子 你慢慢的 变得越来越坏了 所以这六贼 会害死你的 人在自己受到伤害之后 经常不怪自己 怪别人 总是说别人怎么不好 都是他害我的 想一想 不要怪别人 就是你自己的 这六个贼 害你失去 真正的 佛性 和宝贝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